兩到三份的水果 那這一份呢 簡單來說也是用你的拳頭來量 有人就會說 啊我的拳頭比較大 對!你就是用你的拳頭量 對!那如果你長得很瘦俠 你的拳頭很小 對!你就是用你的拳頭量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 我是王若玉營養師 今天呢我們要來打號稱 女巫湯的 綠拿鐵的這個綠呢 大部分是從一些 綠色的蔬菜 拿鐵呢大家可能會聯想到 就是可能 白白的啊 濁濁的飲品 像是牛奶啊 豆漿啊 像燕麥奶 杏仁奶 現在都很厚 我們今天分享的第一個食譜啊 有綠但是沒有拿鐵 所以呢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金粒滿滿尾 綠拿鐵 因為呢我們用的是 通常我們會一般建議說 綠色的葉菜最好要 可能會有一些 蟲卵啊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安全的考量 還是建議要燙過 適合拿來打的油 像小白菜 青江菜其實也可以 還有 菠菜啊 地瓜葉其實都 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看 這個是 碗豆苗 再來呢 鳳梨 因為鳳梨這個水果非常的讚 很難喝的東西 只要加了鳳梨 就會變得很好喝 那我們還選了這個大番茄 再來是這個蘋果 蘋果的話呢 我們今天是用 如果說呢 你的蘋果的來源 也是能夠確認說 它的品質 皮也可以吃 其實蘋果皮是比較營養的 那最後的話呢 是這個堅果 就是油脂類的部分 搭用那個自助餐的免洗湯匙 大概一天吃個一匙 加在醬的飲品裡面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一天要吃最少 三份的蔬菜 一份呢 是深重 一百克哦 一百克拿去煮熟 大概體積是這樣子 一個拳頭的大小 你要先看 自己一整天三份蔬菜 你吃到多少 那如果你很慘 你都沒有吃到蔬菜 那你這個飲品的蔬 就要有三百克 會建議一天是 兩到三份的水果 那這一份呢 簡單來說 也是用 你的拳頭來量 有人就會說 我的拳頭比較大 對 你就是用你的拳頭量 對 那如果你長得很瘦小 你的拳頭很小 對 你就是用你的拳頭量 試做時間 完成一個 像是很常見的是地瓜葉的豆漿或是地瓜葉的牛奶 它燙熟之後基本上是 也可以試試看 青江菜 菜味也比較低的 就是我們都有燙熟過 香蕉的味道 基本上 它可以讓所有東西都變得超好喝 木瓜也可以 就是那種熱帶系的水果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酪梨 酪梨的話呢 它算是油脂與堅果種子類這一類的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堅果提味 我們可能不用就是整個加到一整匙 這樣油可能會太多 大部分的外食族膳食纖維基本上都吃不夠 不夠的狀況的話就很容易便秘 這一杯綠拿鐵的銀品裡面有膳食纖維 又有水分 所以它對於結這種便秘體質 也許是有幫助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是 也就是說呢 它裡面很多植物性的一些 維生素礦物質還有植化素 能夠幫助我們是 因為外食真的比較難以吃到這些東西 我們很容易處在一個發炎的狀態 到底它適合在什麼時候補充呢 其實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大家可以當成點心 譬如說一晚上吃晚飯 你也可以在下午的時候喝 或是有人會問說 這個適合拿來取代當作是一個早餐嗎 如果沒有你體質很寒冷 手腳冰冷的問題 其實你拿來當作是早餐的 取代飲品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 這個綠拿鐵要取代早餐 是要含有蛋白質的 就是豆漿基底的 或是牛奶基底的綠拿鐵 但是呢 我知道很多人早上起來 他是沒有辦法通腹喝牛奶 他會很容易腸胃會不舒服 也不適合早上直接喝一杯當早餐 就是可能我們要移到下午 或是晚上會比較適合 其實人體的排毒有幾個路徑 第一個就是大號 第二個就是小便 水分的排毒的路徑 第三個是流汗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深呼吸 那深呼吸也能夠幫助排除一些 像是二氧化碳這一些的 所以他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排毒的路徑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你整體的循環 像是淋巴血液循環 越好的人 你的排毒也會越順暢 所以以這樣的角度來講 每天的適量的活動 甚至運動 都可以讓我們的循環跟排毒更好 那綠拿鐵他在這裡的角色 就比較是幫助我們 第一個他有水分 就是從小便的排毒方式能夠有幫忙 再來就是他裡面有膳食纖維 能夠幫忙我們大號的排毒路徑 但是你喝綠拿鐵 並不會說真的幫助你流汗 你也不是吃一個麻辣鍋的 你不能只喝了綠拿鐵 然後其他的像流汗 深呼吸 然後其他全身促進循環的一些活動運動都不做 這樣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是說 我們今天為了什麼要喝綠拿鐵 那它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去輔助我們正常三餐沒有辦法補足到的一些營養素的一個方式 但是切記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體質 選擇適當的食材 我們要先看你的運動的強度 我們的這個運動根本還不到一個小時 然後你也沒有到很喘 其實你不用去做什麼 刻意的運動後的補充 其實你可以喝個豆漿就可以了 就是喝點蛋白質就好 真的要去強調到那個運動後的補充 它是那種時間長度至少要大於一小時 然後你要很喘 這個喘是可以講話 但是不能唱歌的這種喘 我們在考慮運動後的那個黃金30分鐘之內 要趕快補充所謂的 蛋白質或是碳水化合物的 這樣子的一個飲品 如果要擠減脂為考量 我們這個運動後的補充的話 會希望是有蛋白質跟碳水化合物的 克數的比例是1比1 不是說一定要運動後才能合 大家如果平常想要讓你在喝豆漿上面有一個變化 也蠻推薦的 為什麼它沒有綠色的成分 是因為運動後那個30分鐘黃金時間的補充 我們會希望蛋白質跟碳水化合物能夠快速的 像幫助肌肉修復啊 它其實是不建議有纖維的或是油脂 所以我們這一杯裡面沒有堅果 也沒有所謂的綠色的蔬菜 只有這個豆漿跟蘋果是這樣子的一個用意 大家如果真的要嘗試最最經典的 我自己心目中啊 就去試地瓜葉加牛奶的組合 還可以加一點堅果 那也可以用地瓜葉加牛奶加地瓜 這個組合很讚 它也是很經典的綠拿鐵配方 但是真的沒有一個定義說一定要怎樣才叫綠拿鐵 就是綠綠的啊沒有綠啊有綠拿鐵 其實沒關係 就是從各種不同的天然的食物去攝取足夠的營養 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希望今天這一集呢 大家會喜歡這樣子的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那我今天會希望有各種的顏色 你看我們有綠色有黃色有紅色 就是一個紅綠燈的概念 所以呢也可以叫做紅綠燈飲品 自己亂舉 那我們剛剛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